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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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者就死扶伤 看似天经地义的事情 却暗藏玄机 老爷 我跟你说 是这样 这些日子呢 也没什么生意 前天呢 我跟马元外去吃饭 他那么大年纪了 姑息之年了 娶了十几方姨太太 生了好多的女儿 想生个续香火的儿子呀 都生不出来哟 你说说啊 那个 后来呢 我就去找了这个孙掌柜去商量 结果呢 研究出一个 多子丹 吃了这个药啊 厉害了 只生儿子 所以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 但是卖多少钱呢 我想好了 十两一粒 十两 不行不行 太便宜了 想生儿子是吧 二十两一粒 老爷 和六来了 在前院等你了 说有急事 这小子 我说了让他来 他才能来的吗 他怎么自己来了 让他滚 他鼻涕拔了一把 抓心脑干的 这做也不是 站也不是 这屁股跟着了火似的 喂 我知道了知道了 他一定是犯了什么事 让我去帮他 我为什么去帮他 让他滚蛋 老爷 你还是过去看看吧 这万一有什么事 和你有关 咱们也好提前做个准备不是 准备啊 那见见他呗 那个 那个刚才我说那个 那个什么什么 那个什么 什么玩什么单来着 多子单 多子单 哎呀 好啊 这个高端大棋 好啊 好啊 这可吧 你看这个 老爷 你想干什么 我和六平时对你不错吧 对你我是有求必应 随教随道 绝不敢有二话 我对你的忠心 那是天地可见啊 你有话就说嘛 老爷 你大慈大悲 扛开解囊 你就救我一命吧 你是不是被人追上 不是 你举手治牢 就能救我啊老爷 救救 老爷 你又想怎么着啊 老爷 你那看 无极小混蛋 在让我抽两口呗 最近我这 茶饭不思 浑身无力 两嘴发软 我就想抽 无极小混蛋 我抽上一口 浑身舒服 我飘飘欲鲜 啊 河溜啊河溜 这个世上了 饭没有白吃的 以物还物 这才叫公平教义 过去我叫你去练丹 那是有求于你啊 现在我没什么事求你了 为什么要给你 无极小混蛋呢 是吧 老爷 这这你怎么会有 这么好的宝贝啊 老爷 我那不叫宝贝 你那无极小混蛋啊 那才叫宝贝呢 你想要这东西 以后我天天给你偷去 可是你的东西 我生天如地 我找不着啊我 嗯 那这个也算是我的了 只要你喜欢 好 这个 你呢 就和他去律师 找那个无极小混蛋 好好的侍奉他 让他去练丹 谢谢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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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想不到 我那个无极小混蛋 真是个宝贝啊 哎呀 你说什么啊 我手里有这样的宝贝 我都不知道 还要搞什么 还要夺子弹 以后啊 我们有了这样的销魂丹 我永远穿绫络断 吃山珍海味 你说他是什么 他简直啊 也就是这个 要钱书 如果没钱了 一摇 哗哗的钱就来了 是吧 想停 都停不住 老爷 你的意思是 哎 你把南街的铺子都腾出来 我要打仗旗鼓的 开烟馆 老爷 这东西怎么说呀 这除了河六没人来啊 你傻呀你 河六他没朋友吗 他带个人来就给他分城吗 人越多钱越多 他只要来过一次 就会有第二次 来过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 我保证他们呢 一辈子都离不开小混蛋的 到时候 老爷 你就可以坐在家里数钱了 还有啊 你先去搞一些长仙丹 街头巷尾的发发发 这就叫啊 舍不得孩子逗不着狼 总之呢 只要他们能够走进我的烟馆 就是正礼 好的老爷 我一会儿就悬呗 你怎么回事啊你 你还要把我毒牙啊 这个婆娘怎么还在这儿呢 我告诉你啊 以后呢 让她离我远一点 永远不要让我再看到她 让她住到柴房里 喂马 看柴都行啊 最重要的 凡是吃的东西都不能让她碰 赶快让她滚蛋 老爷 我马上把她带走啊 走走走走 任不想 快走吧 快走吧 走 小太爷 这个仙台鱼啊 滋味如火 你说奇了怪了啊 叫这么点小鱼 能让当今圣上惦记着 我得尝尝 确实不错啊 要不皇上能想它吗 一点没有鱼的腥味 而且是香甜一人 这个肉汁入口即化呀 不错不错 它就是再好的千里马呀 也得碰到伯乐才行吧 这个主要是看你识不识货 这个鱼也吃了 味道也知道了 就别拐弯抹角的了 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没事没事没事 就是孝敬你而已呀 就弄这么两条小破鱼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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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是个开胃菜啊 主菜在后边 等着 啊 仙丹 仙丹 什么仙丹 哎 最近在咱们寂寞呀 那是很多人在做搞什么 灵丹妙妖的 但要说最好的丹妖呢 还就得是这个无稽销混蛋了 一口进去呢 就这样 哦 像神仙女一样 呦 呦 呦 你给我来啊 好 好好 哎 哎 来来来 哎 这这这这这这 啊 哎 是是是是 哈哈哈哈 来来来 哎 放下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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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仙 神仙呢 神仙一样的感觉啊 来 我我我来 是是是 哈哈 嘿嘿嘿嘿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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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来一次 这次慢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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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双拳呐 里边行里边行 绝对的货真价实 童所无欺 过了这个村 就没这个店了 大家抓紧时间 迅速领丹丸 皇上 这小东西 不但手好用 这嘴也好使 还是老爷调教的好啊 你 老爷我怎么调都调不好 这王老爷才 笑得一顿 一顿呢 是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啊 里边请里边请 实际无极销魂丹 强身健体美容颜啊 这边的客观里边走 往里走往里走了 无极销魂丹呢 免费大赠送了 来这儿瞧这儿看 这边领这边拿 来来来 副买丹 过来乡亲们 早来点 里面享乐 姐 你看 你怎么随便拿人东西啊 那别人都拿 我咋不能拿啊 天底下哪有白拿的东西啊 这些东西早晚有一天 可染家被还回去了 我就想看看这是什么卖药 不过也好 听说这是吃药所开的新店 我不知道 以为是卖药啊还是卖茶啊 把这院完拿好了 拿回去给画林倒点看看 那我再拿两棵去 来 慢走 慢走 好 你都看到了吧 这才几天不久 都活着这样了 老爷 咱们的库存可不多了 这么快 这些蛋壳都吃上瘾了 天天的来 我看呢 咱们该给他们断粮了 等他们饿了 让他们自个儿掏钱买食吃 你保证能拴住他们 拴得住 稳稳到那儿了没问题 行 明天断粮 太劲儿 谁不给钱给我带 是 是 道长 你猜我跟我姐下山采药碰见什么了 碰见什么了 碰见何料了 她在吃药组刚开的馆子门口 打把是卖艺耍上了 跟耍猴儿的 给我饿的 对了 吃药组开了个馆子 也不知道是什么馆子 不卖茶也不卖饭 可是说的可神了 好多人都去尝仙去了 馆子 什么馆子 叫 叫算什么姐 叫 枫月 枫月烟馆 对 门口还有好多人在送里面卖的东西呢 说吃得好还可以再去 烟馆 陈御医 你是宫里的御医 灵丹妙药你都见过 你看这是什么 突然二十三 他不仅盘踞在人的体内 而且侵蚀着人的心脑 使人对他产生 不可抗拒的依赖 一如赌徒遇见骰子 酒鬼遇见酒壶 到后来行销古力 如同僵尸啊 既然这个东西 有如此的危害 那为什么人们 还对这个东西 这样的人乐此不疲呢 一般而言呢 最初戏时并不舒服 可使人头晕目眩 恶心头疼 但随后就会有一种 疯狂幻觉的心快感 使人处在麻木的冥想状态 短时间内 还能保持身体的正常 久而久之 就会瘦弱不堪 面无血色 目光呆滞 还伴有失眠 不安 流泪 倒汗 一怒 发抖验尸 便灭 复现这些症状 最后 走向死亡 这鸦片 简直就是魔鬼啊 知道 这就是魔鬼 玉衣 这个东西 要是蔓延开来 会怎么样 比瘟疫还可怕 丧族丧邦 王国灭种啊 在皇宫 在皇宫的时候 有很多王宫大臣 就偷使大焉 最后皇上知道了 严令禁止 那在皇宫里面 有什么解读的办法吗 有 我在皇宫的时候 就研究过戒阴丸 这武之线 岂能坐视不管 就没有人去衙门告他 告他什么 用鸦片残害百姓啊 百姓可不这么想啊 他们以为 自己活得比神仙还快活 老爷 咱该进货了 刚才我理了一下 还剩下二斤四两 维持不了几天了 我想过了 进货是大事 不过呢 不能让别人知道 你得亲自去 我会把银票给你 再签笔写封信 你就拿到布列颠那个药堂 见那个贝勒斯先生 然后跟他接头 跟他咬活 笑什么你 这外国人哪 真会起名 这国家叫布列颠 这人叫贝勒斯 老爷 有人求见 谁啊 太清宫华林道长 求 求是 老爷 他来干什么呀 如果我没有猜错 他一定是为了燕馆的事 看他说什么 请 华道长有识远迎啊 忽然造访 还请池大展会 多多海涵 大家同道中人嘛 有什么事就说 我息日恭听 上茶 不必了 一件事几句话 说完我就走 哦 那就请租 也不客气 站着就请 哦 那我不客气了 请说 我来啊 就是一件事 这件事 就是鸦片 鸦片是什么 赤大展会你心里非常清楚 所以你从不炼丹 也不稀释 也不稀释 我心里也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极力的反对 也极力的抵制 我来劝你啊 把鸦片停了 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情 正所谓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请问你是谁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呀 你不是听我的 是听道 理不在我 也不在你在于 是否合乎于道 我来跟你谈 就希望 这个鸦片之毒 不要再蔓延下去了 做一些正儿八经的买卖 吃大掌柜的 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 讨厌你道貌岸然 讨厌你举告临下 讨厌你死性不改 福祸无门 为人自找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啊 说完了 没听懂 道长 这个吃药组 真是个黑心肝的人 你好一厢却那么长时间 他竟然不理不睬的 陈御医 你把这个戒严丹的药方 好好地调整一下 兴许后面还用得着 明天一大早 你随我下山一趟 好 去哪儿啊 既然这件事情 我们交给支县来处理 那我们就必须得 对不公堂 对 早就该告他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还需要一个证人 鱼儿 我需要何六给我出堂作证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这我哪有什么办法呀 对了 有一个人有办法 谁 秀秀 何六 你给我出来 你个没良心的 你给我滚出来 放开我 谁谁谁 这不是何六的媳妇吗 来这儿干什么 直达上队 你把我家何六叫出来 我有话跟他说 那你可错了 何六他不在 你想找何六啊 他真的不在我这儿啊 因为我是个知书达理 我是个有文化的人 我怎么可能跟他做朋友呢 你要找他 你要找他行 去酒楼 去窑子 对了 李家烧锅也可以 这两天啊 他们那儿出酒了 哎呦 他们呢 喝酒耍钱 快活得不得了 齐大老爷 你就放过我们家何六吧 我们家穷 买不起你们家的丹药 自从迷上你家的丹药 我家何六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你这不是让我家破人王的吗 错了 哎 我卖我的丹药 哎 我赚钱我高兴 你家破人王那是你的事 关我什么事啊 而且我的丹药你知道吗 很贵的 何六他吃得起吗 哎哎哎哎 吃大料贵 我今天要见不到何六 我就不走了 哎呦 哎 你就算是死了也没用 何六他不在 如果我收留了何六 哎 我吃药组啊 这一辈子可以说是 啊 我是不是 哎 哎 这 这 说 你把我的雨镯子放哪儿去了 我我真不知道啊 我我真不知道 不可能 咱家那雨镯子只有你知道放哪儿了 是不是你拿走的 哎呀呀呀 我我我我说我说 我我我我我真不知道 你让我 说 说不说 啊 啊 啊 我我我我我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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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啊 我实在太惨那个消灾丹了 我就小警吃老爷了 你你你你他才给我这个无敌消灾丹吃 小小 You 你饶了我吧 好啊你个何六 你这个偷东西的处 你偷东西都特别 这破蛋有什么好吃的啊 让你整天神魂颠倒的 你小子 你哪才把我换的单药吃 我都不知不知道 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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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雄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 不敢 我以后都听你的都听你的 我什么都听你的 可是你说的 是我说的 陈老爷 我把我们家和量带走了 我们以后再也不回来了 走 我跟你们说 回不回来不是你们说了算 也不是我说了算 是无极小混蛋说了算 他叫你回来 你不回来才怪呢 哼什么 飞 你不是能飞吗 你不是飞贼吗 我看你挂着我这拖 你往哪飞呀 我还飞呢 我都让你捆成蚯蚓了 我往哪飞呀 还飞呢 活该 你看 自从你冲上这大烟 走几步你就穿 斩到那儿就打晃 人软得像团棉花 你还能抱得动我吗 我别说臭大烟了 我就是市场太上老君的仙真 我也泡不动你我 吃不 不吃 傻娘们 生桃 和灵 我跟你说的话 你都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臭小子 你要再敢多说一句 我做死你 不敢不敢了 你别做我呀 我这腿都快让你做碎了 拜见擎天大老夜 何人击鼓啊 美女臣秀秀 长得挺疯 起来吧 起来吧 赵刚何人呢 高齐阳祖这个黑心烂肝肺的混蛋 又害怕上了 齐阳祖怎么惹着你了 他给我们家河流吃鸦片 把我们家河流给害惨了 这个 华领道长 你来这儿也是来告状的 正是 你是道长 飘然是卖 几乎就是一个神仙 我这小小的县令 能给神仙断案 什么 搞谁啊 听到啊 搞遗物 遗物 遗物是何物啊 鸦片 鸦片怎么着你了 鸦片打你了 骂你了 还是抢奸你财产了 对 你们出家人是没有财产的 那鸦片是惹着你三清大老爷了 吴大人 你要这么说的话 要么就是对鸦片的无知 要么就是在袒护鸦片 你难道不知道 鸦片现在已经惹得民怨沸腾 众神俱怒了吗 咱不能这么说话 是不是啊 你们来告状 我是在这断案呢 我做的可是朝廷的官位 不管你们原告被告 我是秉公办案 不持任何观点 大老爷 你不抽大烟 当然不知道了 这玩意儿抽多了 人就废了 我们家河溜 现在吃不下去饭 睡不着觉的 每天想的不是我秀秀 是那鸦片 别说 我这天天借的都不是河溜 是一副骨头架子 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 我我摸不着肉眼 看不见笑 床上床下都没个精神 我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行行行 别闹了啊 再托我 是你个扰乱狗城市 吴志县 这位呢 曾是前朝御医 鸦片的危害啊 陈玉仪最清楚了 你不如问问他 前朝御医 也是论官 你是四匹馅 那好 你说这鸦片 有什么危害啊 大人 鸦片这个东西 不用三次之后 便会对它产生 强烈的依赖 一旦成瘾 便成灾祸呀 一日不服 百肿闹心 为求安宁 不惜充满一切 如果久服 强壮的人 也会变成病夫 睿智的人 也会变得蒙昧愚钝 最终行销鼓励 毒食洗脑 死得极其难看啊 陈玉 你这话说的有点 害人听闻了吧 不瞒你说 最近下官也喜欢上这个东西了 公干之余 稍微作上这么两口 也没像你说的什么蒙昧愚钝 也没有行销鼓励呀 反而是财思敏捷起来 多年没有兴趣是吟诗作词 现在是雅兴大发呀 昨天晚上 我是练丹之后 突然是财思全有 我赶紧提笔 我就写了一首诗 诗是这样写的 丹丸娇娇兮 美若禅圈 青烟鸟鸟兮 亦如神仙 你说他真是鸦片吗 可我们家河流这臭大爷 不是这么回事啊 你看他这像个神仙嘛 这还不到一年 就成了这个凶样了 老丹克的还 河流 你说这个炼丹不好吗 不好 一千个不好 一万个不好 怎么不好啊 这炼上鸦片之后 他干什么都没心思 满脑子就想着炼丹炼丹 你看看 这什么活都干不了 简直就成了个废人呢 小雪 你为河流状告吃药所 那我问问你 河流在炼丹之前 以何为生啊 这个嘛 谁还没点糊口的手艺 这不值一提 以前是 以涛为生 现在呢 现在 偷不了了 欠不了了 别人的东西 也拿不了了 是不是 老爷 别说我偷别人了 就是别人现在来偷我 我也无力防范 手软脚软 那都软 是不是 领导长 你看看啊 本来一个偷 不被世人所待见 现在偷不了了 世上少了一个贼 百姓得了一份平安 多好啊 看来这个鸦片 还能承恶扬善呢 大人 所有吸食鸦片的人 都要受到危害 并且 这种危害 不是一天两天 就能凸显出来的 延伸日久 便会酿成大祸呀 轻则灭族 重则亡国呀 哎呦我的娘啊 越说越像人了 哎呦 小小一粒丹丸 怎么扯得上 灭族亡国了呢 武之县 为了黎民百姓 为了身家性命 你应该出手严厉遏制他呀 那好 你说该怎么处置鸦片呢 贫道建议 以官府的名义 发布公告 明明禁止 取缔鸦片面单术 禁止贩满鸦片 并上报朝廷 阐明厉害 让圣上得以察觉 华南轩呢 华南轩 你真是个木头 小小的一粒丹闻 就吓得你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炼丹就是炼丹 他不是瘟疫蔓延 也不是外敌入侵 我劝你和我一样 也是没事的 做他两口 保证你飘飘一些 背不住还能写出好诗来的 经本官审理 华领导长状告鸦片一事 理由不充分 证据不充足 所以 驳回你的 不做请求 退堂 还有没有天理了 把我们家河流还成这样 我要深远呢 这是个昏官 你说什么 我说你是个昏官 你说我是昏官 好啊 那你就找不婚的官去吧 吴志倩 吴大人 我就告诉你一句话 如果这个鸦片之毒蔓延开来 你就等着皮夹带索下大牢吧 当然 今天得好好庆祝请 那个华南宣子 他状告我们是放白鸦片 结果 是杀鱼儿归 多亏我们对五支线下的无福 全靠老爷谋划全局啊 先拿下了五支线 然后又让华领导长入了帆楼 老爷真是红财大志啊 来 我敬老爷一杯 不是我高明 是这个 销魂丹好用 没错 老爷 杨虎头来传话 说支线大人请您过去一趟 到时闹大堂的事值得了 知道了 他 他不止闹到你这儿 还闹到我家里 还不准我开烟馆 你说是他说了算 还是大人你说了算 这个销魂丹确实不错 但今天他这么一闹 我心里也有点打鼓 只要让皇上知道了 这事不就大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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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销魂丹是无毒无害 人生圣上吃了也会爱上的 他怎么会 降罪下来 是吧 不管怎么说 习是宁人 别牵扯本官 我今天叫你来啊 就是跟你说 你那烟馆呢 暂时关两天 那你让我关两天 那我还还怎么赚钱呢 是吧 你挣钱也不能搭进本官的前程 那 那 那好吧 我就先关上了 张天 帅哥 你还没人家 没有爱 没人家 你还没人家 再会 在我家中 我想今后烟馆 也不会像原来那样 死无忌惮地开了 断了烟馆的生意 是第一步 让百姓真正地戒掉烟毒 才是根本啊 是啊 这样吧 我把当年皇宫里的丹药 再熬制一部分出来 有自愿接烟的 我们就免费送给他们 陈雨姨 你要是这么做 那就太好了 你心怀百姓 贫道 佩服 各位乡亲们 十大老板的销魂丹 已经被告成了衙门 今日起闭门大吉 奉劝各位一句啊 有一碗赶紧扔一碗 千万不要贪图便宜 势必遭罪 没错 销魂丹哪 吃了不能强身健体 也不能美容养颜 老人吃了 步履蹒跚 小孩吃了 体弱多病 男人吃了 顺其无力 女人吃了 面红鸡兽 试图顺的吃了 降职破台 儿女双拳吃了的 家破人亡 绝对实话实说 红手无欺 来 接传单了啊 接传单了 接传单了 划木头和成饼散 我跟你们无怨无仇 为什么要当我彩鹿啊 我看你们怎么死 老爷 咱可是刚进了一大批大烟膏啊 这烟管要是关了 那货不就砸手里了吗 老天是不会灭我的 我一定会东山再起 把钱给抓回来 是是是 这几天哪 城里发病的人很多 你把他拿回去喝了 不出三日 即可见效 好 谢谢掌柜的 坐好啊 孙掌柜 来抓药 怎么 太庆功也有人病了 是啊 有几个道士病了 我这不是帮 华领大长抓妇药 给道士们吃吗 好的好的 我这就给你抓啊 劳烦你了 你 你 你干什么你 干什么你 还我儿子 还我儿子 你是保儿他娘吧 怎么了 怎么了 你还好意思问我怎么了 前些天 我来你这抓药 你不说这药三日 就能见效吗 现在过去这么多天 我儿子不但没好 病气反而加重了 这 现在 你就不省人事了 大嫂 你别激动 慢慢说 我一看孩子不成了 就请了个大夫 大夫说 我抓的这是假药 宝儿的娘 我们广仁堂开了十几年的店 从来也没卖过假药啊 那你说 这 这药是怎么回事 我儿子 怎么越来越重啊 好好 你先别着急啊 大夫不是说 不能肯定吗 是吧 这样啊 我认识一位御医 叫陈炳三 他现在就住在咱们寂寞城里 想当年他给皇上看过病 你看 我请他过来给孩子看看病怎么样 咱们现在就过去找他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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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